第25课 斜泻曲 大家一听斜泻曲也就知道了 这个曲子不是比较沉重的 也不是悲的 是而且比较有趣的 比较跳跃一些 有趣一些的 那么这里呢 又是一个速度比较快的 快版 所以呢 比较活跃 比较活泼 那么如果是活泼 那么弹奏上呢 就不会弹连的那么多了 就不像前一课要非常的连 这里呢 主要是也有连奏 但是它的连奏 跟前面一课不一样 那么这里断奏分句 也都是这一课学习的重要内容 我现在先弹一下右手 右手因为它节奏比较突出 所以重音分句这些都比较主要 而且一开始两句里头就有对比 他在看这个句子还是比较长的 这个里面一开始是很强的 到第四小节的后半小节开始就有对比了 这里呢 可以稍微连一些 跟前面这个强奏形成对比 但是因为它是斜线曲 所以这里的连奏不要太连 第四小节的后半 前面是 我想大家看见了 我还是手指比较主动 但是不要弹成那样走连 就没有必要了 因为这个曲的音乐形象是斜线曲 就是比较要活泼一些的 那么这里的连奏就可以稍微断一点点 左手呢 开始是和弦 大家只要弹得很有声气 一定要连前笔一起 不要只是 手外一定不能将 从第四小节开始 那有个分解八度 因为右手是 因为是比较弱 所以这里弹得也比较 不要太重 在第九小节的最后一个音 这里有连线了 这里分句子 所以这里要突出第九小节 这个断奏和连奏要分开 分句要弄清楚 第九小节的最后一个音 又是分句 还有一个保持音 所以要强调 要分 那么在十二小节 右手有一个下波音 大家学习过上波音 这也是下波音 上波音就是往原音的上方音 开始弹 这也是下波音 也就是往下方弹半个音 也有特殊情况是弹一个音 那么这里就是弹半个音 从十一小节开始 那么这个装饰奏 也是要从正拍开始 而不是在这个小节之前开始 要在正拍上弹 十七 十八 十九 那里 十七小节 那是分句 这也是跟前面开始一样 前面是强的 那么这里就比较弱一些 比较风趣一点 好 这里有一个执法的问题 这里可以用 用两种执法 一个是 二五四三 也可以 二五一三 这两种执法都可以 好 紧接着 二十小节 这里又有一个下波音 大家要看清楚 又是一次下波音 这个要弹清楚 而且都要在正拍上弹 在二十六小节 这里有 从二十五小节的后半就开始了 一个小连线 但是第一个音 下边是带点的 所以弹的时候稍微强调一下 二十七小节 这里又有分线 这里跟前面一样了 那么二十五二十六 二十七 这里变化音比较多 大家读谱的时候要注意 三十一小节 左手 第一个音 是一个和弦 但是紧接着这个四指就要弹到五指 所以 这一刻就讲到这里 请看示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